哈囉大家好,我是Cindy 我我是Keith 今天... 好正經 哈囉大家好,我是Cindy 今天這支影片的我旁邊有一個guest 他叫做 Keith 今天為什麼會有這位先生在旁邊 是因為我們要拍一個很特別的影片 非常特別 我們認識幾年 三吧 對,我們認識大概兩三年以來呢 其實Keith也算是看著我成長的一個朋友 見證你富有的朋友 知富 各方面見證我成長 但是唯一一個沒有成長的就是我的... 穿衣風格吧 對 他常常會就是lowkey judge我 沒有啊,我常常講出來 對 又是sweater 這是牛仔褲 然後配一雙球鞋 然後配上一個超貴的包包 可是... 那這次有一個特別的點呢 就是所有的穿搭都是由Keith來搭配的 所以如果醜的話你就找他 這是model的問題 就是選人的問題 是你的問題 是你的問題 是你 大家如果覺得不好看的話 沒有,去IG Keith doesn't share food 對,謝謝 欸,你知道我想要出一個是 Keith doesn't wear clothes Ew 沒有,這是po我的穿搭 我以為... 今天也是收到The Corners的邀請 那大家都知道他們是一個香港本地的鞋子品牌 其實我大概從兩三年前就有接觸過他們的鞋子 那每一次跟他們合作 我都覺得他們鞋子的那個 quality啦 或是設計其實真的有看到有明顯的進步 今天呢也會分享三個我覺得風格非常非常不同的鞋子 然後呢,再由這位朋友 他是今天的Cody 你們知道Cody是什麼嗎? 有追K-pop的人都知道吧 其實我知道為什麼是Cody 可是我不知道為什麼他們叫Cody 其實我也不知道為什麼叫Cody 那前兩天呢,我們兩個有一起去購物 但是呢,在購物這個期間 基本上我是沒有什麼說話全的 沒有 我就真的進去之後Key就說 來,這件 這個,試這個,哪個,是哪個 尺寸可以嗎? 好,就這樣 我覺得他是在整我 就是有一些單品我覺得 是他從來都不會穿的 我完全不會是 I won't even consider 對,可是我也很謝謝你這一次 就是很容易去嘗試 因為你有說 好期待喔 是他可以嗎? 我說你可以 然後他說,好 就算不好看也要說好看 對,不好看就是他的問題 欸,就是你的問題 不是 我們不要再討論這個 就是他的 喔,竟然特別打扮了 我們今天有一個任務 就是要來幫我配衣服 我的風格其實就是 牛仔褲 球鞋 Exactly Exactly 是今天這樣 你拍我 這個是Roset穿的衣服 沒有,這個是 聲稱 Koodlove Dive 你要不要試一下真的 看大家真的不容易 各位 我每次跳來跳去 我手上抓到的 都是我平常穿的衣服 好累 穿的真的好累 希望以後這個世界可以變成 每天都穿Splash Shirt的世界 不要 首先第一套就是這個 毛茸茸的拖鞋 喔 好等於喔 為什麼他現在focus在臉上啊 傻眼 除了保暖之外 他的設計稍微比較開癢一點 所以不會讓腳在裡面 就好像 我不能呼吸 很悶 很悶 整個腳就是汗 他總共有兩個顏色 所以一個是白色啦 然後這個是杏色 然後杏色的話 就相較來說比較容易搭配衣服 然後也比較不容易髒 他的外表可愛 就不用再多說啦 他還有另外一個優點 是很多女生喜歡在穿拖鞋的時候 加襪子嘛 那他呢就可以搭配不同顏色的襪子 幫你的就是整個冬天天真 各種各樣活潑的氣息 我是不是要打到你了 差不多 另外他的材料也是使用環保的物料 去做設計 所以穿起來是很舒適的 哇哦 環保 讚 環保 我自己看到他的時候 我就想到什麼 我就想到泰迪熊 就是那種很溫暖 fluffy毛絨絨 很可愛的感覺 好 所以第一套 第一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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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第一套服裝呢 我看到這個那麼可愛的鞋子 我都想到就是 我們日劇裡面的女角們 你是女主角嗎 是 毛毛這個元素 就是在日本的穿單裡面 非常的流行的 剛好呢 我的愛牌 真的是我的愛牌 對 出了一個這樣子的背心 我跟你說這一件背心 我們office 認受一件 對 就是每一個同事都有一件 也是跟我們鞋子可以做一個 搭配 對 matching的感覺 呼應 那一大方面呢 都是一個非常舒服的長袖的 裙子的部分 這個是我平常絕對不會買的衣服 這個就是日本女生都會很喜歡的長裙 可是它不是很淡調很普通的長裙 它是一個美人魚的設計 它的尾巴會散出來 這感覺是一條陸地上的美人魚的感覺 對 正在裡面 那就是一條的衣服 就不可能 它是一條陸地上的衣服 不可能 你也不可能 有愛心的 那一條陸地上 好 你也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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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難 再來第二雙要搭配的靴子就是這個 KELSEY的ZIP BOOTH BOOTH 等一下 KELSEY的ZIP BOOTH 這一雙呢我之前在美國就拍過照了 然後你不要看他這樣就是整個設計很簡單 好像沒有什麼特別 他就是那種看起來很不起眼 可是呢他是在你鞋櫃裡面一年四季都可以穿 那種就是不會出錯的好朋友 這次他們在鞋子的旁邊加了那個包邊皮條 所以讓整個鞋型看起來更立體 你們可以看到他在鞋頭這邊有一條straight line 一直延伸到就是鞋頭這邊 所以他可以讓視覺效果感覺更延長 就一路延長到你小腿那邊 就像我剛剛說這雙鞋是適合一年四季都可以穿 所以他裡面也是採用了比較透氣的滑身布料 就是很不透氣很悶就是很憋屈的那種感覺 因為我是寬腳型的人 所以我前面一定都不會選肩頭 我一定是選方頭 所以對於各種腳型的人都是很友善的 因為他的鞋跟是很舒服的3.5公分的方跟 再加上他的鞋身是環保布料 所以走路起來就是很平穩很輕易 然後沒有負擔 這套的造型我只能說大家可以先深呼吸一下 因為我們要準備love dive 對 我跟你說 因為KID今年有一個非常喜歡的女團 就是IVE 順強 love dive 他們這次有幾個打歌服我真的覺得蠻好看 他昨天還跟我說 我們要不要去mewmew或是product逛一下 我說那個budget 你不是說可以嗎 那個budget有一點 然後他說可是我沒有mewmew 可以去啊 傻眼 他一直在murmur 就說做K-pop的人真的很辛苦 做K-pop的人真的很辛苦 到剛剛都還在murmur 短版的 因為長版的比較普通 我們就要時尚一點就是短版的襯衫 就是襯衫 這個短版嗎 觀眾會不舒服吧 下衣的部分 好短喔 酷裙 酷裙 今年就是很流行這個學員風嘛 我們特別的加碼了一個他從來沒有穿過的元素 就是 Bling Bling 可是我就選了一個學員風的sweater Bling Bling 再來第三雙呢 就是我們兩個都很喜歡的 這個Komi Mewo Slippers 這個其實我當時看到最喜歡的就是他 我一看到他就覺得哇好日系喔 就是你想到日本我自己腦海裡面跳出兩種很不一樣的風格 一個是可能像動漫那種很可愛的 另外一種就是這種很沉穩的很大方的這種日系風格 你可以看到他是圓頭然後是無縫的一個曲線 所以整個看起來就是很優雅很簡約又很大方 就是走一個不花俏很耐看然後很內斂的一個風格 你看我都已經奔三了嘛 我的天啊好老喔 你差一歲而已 因為他的這個皮革也是柔軟 然後前面的這個設計有加闊 所以對於不同的造型或是角形都是很友善的 好那這次Kip你選了啥衣服 這套其實我自己個人非常喜歡 是不是 是我之後我自己都會想要繼續穿 這個黑色的鞋 Slippers 好講不了OK 這個黑色的Slippers呢我覺得真的非常的白搭 然後所有的風格都幾乎可以破 這是為了貫穿那個日系的風格 所以我們今天這套穿搭是在 Muji 無銀良品 深色Navy的一個牛仔褲 然後呢上衣我選了一個stripes 就是條紋 一件其實是男裝來的 剛好就是新年跟Christmas嘛 紅色的毛衣是一定需要的 而且真的搭起來意外的好看 我們等一下可以示範給大家看 這是法國的感覺 你好你好 我們不是走日式風格 怎麼突然變法式了 日本也有法國人啊 對 哈哈哈哈 I'm happy on my own Making coffee just for one And eating breakfast all alone Fewer dishes to be done 那以上呢就是我們今天為大家 demo或是應該說跟大家一起experience 就是outfit的一個旅程 然後也不知道大家最喜歡裡面的哪一套 如果大家不喜歡裡面我們的穿搭的話 也沒關係 你可以留言跟我們說覺得可以怎麼樣去改善 不要 他不喜歡我們不會跟他無動 他不喜歡我們不會跟他無動 就blog 然後就是 我不會blog 你不會有 我從來沒有刪過人家的留言 我會 我很慘 那今天的三雙鞋都是來自香港的本地品牌 The Corners 那我會把所有的優惠詳細資訊都放在螢幕上 還有info box 冥末呢 我們就好好的照顧跟保護 跟對自己的雙腳好一點 好吧 你也可以買一個女朋友啊 好啊 那我不賣因為沒有 這是題外話 但我想跟大家講 就是我們那時候在討論說什麼時候要拍的時候 他跟我講一句話說 我們可不可以改什麼什麼時間 因為我這天想要留時間給家人 你知道我那時候聽到的時候我是真的 我是真的有點就是 我是你的爸媽的話 我就覺得很感人 聽到了嗎 我給他們看我會給他們看 我是真的 因為他特地說我想要留時間 跟家人一起 就是跟家人相處 不是跟家人出去 我覺得很感人 反正我今天影片就到這裡 希望大家會喜歡 那我們就下支影片的機會 掰掰 掰掰 哇今天影片我講話好快喔 語速超快 掰掰 一直都很快啊 掰掰 好可愛 好可愛